沒有問題 沒有齁 會算齁 會算齁 它是這樣子來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膨脹 這個膨脹有些什麼應用 來 第一個 以前的這個鐵軌 在做的時候 大家盡量把它戒成無階縫 冬天的時候就做這個無階縫 後來發現不行 不能無階縫 為什麼 無階縫的話 下降的時候才是扭曲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像橋樑 為什麼過那個橋 總是有一個長這個樣子的東西 每次過去會crown一下 那就做伸縮縫 像這個鐵跟黃銅接在一起 就可以做什麼 做溫度計 高溫的時候它就會彎起來 就可以像這個東西 避免什麼 避免過熱 那這也是一種 開關 也是把它接一個黃銅 這就是實際上裝置的樣子 好 那上面我就問一個有趣的問題 我以前國小的時候 我們有做過一個鐵環 乒乓球呢 剛好放上去是可以放在上面的 一烤一烤乒乓球就會掉下去 做過這個實驗嗎 鐵環嘛 對不對 用火烤一烤乒乓球就會穿過去 不烤的時候它只是剛剛好 就穿不過去 好 那為什麼乒乓球 為什麼鐵環烤一烤 乒乓球會掉下去呢 為什麼 為什麼 可以解釋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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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一烤 烤一烤洞會變大還變小 為什麼會變大 為什麼會變大 中心怎樣 中心點往外膨脹 中心點往外膨脹 可是這一點也要往外膨脹啊 是不是 我們這一點啊 怎麼這麼說 什麼這麼說 我這一點不會往這邊膨脹啊 對不對 這一點往外膨脹嘛 對不對 那這一點也會往外膨脹啊 所以呢 照這樣的話動壓變得更小啊 平方球才不會掉下去啊 越加熱越不會掉下去啊 為什麼平方球真的做實驗都會掉下去 應該有做過吧 平方球真的會掉下去嘛 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呢 你們覺得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啊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啊 或者有沒有問過這個問題啊 這樣很合理嘛 兩邊都要膨脹啊 是不是 為什麼 大家都聰明啊 對不對 應該想得出來吧 你們是我們全校最聰明的學生耶 對不對 至少是考下來神經最好的學生耶 蛤 蛤 不是嗎 差一點點是不是 至少也是屬於屬於聰明的嘛 對不對 蛤 為什麼會這樣子 有沒有學過 為什麼 你們覺得呢 蛤 這個問題一直都有你問啊 是不是 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好啦 真的都不知道 我們不要畫成方形啦 畫成圓形比較好理解 畫成這樣子 這是一個環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乒乓球放在上面就會 加熱 烤一烤它就 烤出去了嘛 對不對 我們說膨脹 加熱嘛 這個會往這邊膨脹 這個會往這邊膨脹嘛 所以它會變大嘛 對不對 你那時候要變大嘛 好 那為什麼你頭的洞會變大 你頭的洞變大 不是相當於 這裡被壓縮 變 縮小了嗎 那事實上不是啊 事實上這是在玩一個遊戲啊 假設我們今天 玩一個團康遊戲 內圈有八個人 外圈有十六個人 內圈的往裡頭拉 外圈的往外拉 最後會怎麼樣 誰會贏 外圈的會贏嘛 對不對 它其實有點像什麼遊戲 外面十六個人 拉著一個 比如說麥芽糖好了 對不對 裡頭有八個人 對不對 八個人往這邊拉 十六個人往這邊拉 對不對 那的確麥芽糖 拉完之後 是變大了 可是怎麼變大 怎麼變大 怎麼變大 往外變大了嘛 是不是 我長度的確變長了 可是呢 整個 因為外面的力比較大 對不對 外圈的圓子一定比內圈圓子多嘛 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一個 數學概念嘛 集合堆積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外圈的人多把你往外拉 你 的確這個東西變長了 可是呢 大家一起往外走 所以呢 洞還是變大了 而且也不違背 我們剛剛講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都是很簡單的概念 你想想看就知道了 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東西 乒乓球還是會掉下去的音 就是這樣子 OK 好 那還有很多熱膨脹的東西 可是有些東西的熱膨脹 並不是 像我剛剛講的 那樣線性膨脹 對不對 比如說水 水密度最高 是4度C嘛 這大家都知道嘛 對不對 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呢 冬天就完蛋了 對不對 冬天所有的魚都 結凍了嘛 對不對 都會結凍了 那 那主要原因呢 是因為水啊 水分子 水分子 在4度C的時候啊 它具有能量最低的狀況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的密度最高 那其他溫度呢 它可能要 漸長要長一點 密度低一點 它才會是能量最低的狀況 那這個細節我就不說啦 就是說你們有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水 它是一個特例 它在這一邊 是什麼 熱縮冷戰 對不對 四度C以前是熱縮冷戰 四度C以前是熱縮冷戰 四度C以前才是熱縮冷戰 對不對 它有一個轉折點 存在 好 今天很快啊 18章也上完了 所以下禮拜 要教17、18章的作業 可以吧 題目都很簡單 這種題目 你們國中 高中就會了 對不對 所以下禮拜今天 下禮拜今天 教17、18章的作業 作業都在I-learning上 我都有貼上去了 你們就從上面 抓下來印一印就可以寫了 好不好 那記得交作業的時候 請用A-Force 背面有用過的沒關係 廣告紙也沒關係 節省支援 但是請 請注意 務必用A-Force寫 然後攤開來 這樣才不會弄掉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還有十幾分鐘 可以上一點點第十九章 熱學上快一點 多留一點時間上電學 為什麼 電學第一個點比較會用到 第二個電學比較難 你們大家還會再學一次 但是呢 我們這個地方呢 我們偏重在電學用的為積分 尤其是積分 好不好 那讓你們練習一下 甚至課場上有機會 就讓你們算算看 先跟你們講解 讓你們算算看 反正有問題就趕快問 對不對 反正人這麼少對不對 很像補習班 對不對 像小型的補習班 對不對 感覺比較好 那大班你要問問題很難問啊 是不是小班就經常問啊 好不好 可以吧 因為其實你們以後的問題 都在偽積分上面 那我發現很多你們積分 做不出來 除了我上次有講過這個 像三角函數合差 畫機計畫差 你們背和背 對不對 半角背長公司不會做 所以看那個函數 要硬硬做它 你們偽一會的工具就是什麼呢 分佈積分或是 這個方法 可是分佈積分不能解所有的問題 即便可以解也會解死你 對不對 所以這個 當然手機有手機APP 下次再跟你們講對不對 手機APP可以直接解微積分 對不對 可是考試的時候不能用 對不對 所以這個留一點時間給練學 好 第0定律講完了 那第四九章講第一定律 二十章第二定律就把特學上完了 好 那正確的第一定律要講什麼東西呢 來我們先來看 今天我們假設把兩個物體 它具有不同的溫度 我們就把它靠在一起做這個接觸 所以最後呢 這個Ultimate0 就是終極的最後 兩個就會達到相同的溫度 TF 那依照我們的嘗試很簡單 這個溫度一定會介於兩個初始溫度 就是假設是高溫就是低溫對不對 最後混起來溫度已經介於兩者之間嘛 這個是沒什麼問題的啦 所以呢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喔 這樣的一個觀察在這場生活中 常常發現對不對 泡牛奶泡了熱水 你弄一弄之後怕太燙 再加一點水進去 就會得到低溫的東西 所以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假設有一種東西用來描述這種燙的東西 叫做熱 那熱好像是從熱的東西 流到冷的物體 這個也可以接受 可是在18世紀的時候 18世紀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的知識跟18世紀 比起來當然是進步很多 但也有一個基礎知識 所以什麼叫基礎知識呢 就是一般大家 為什麼會有很多這種 要講 要有這麼多科普書跟科普的這些介紹呢 因為一般人對這個世界的觀察的能力 跟觀察的想法 現在跟18世紀 甚至跟遠古的人類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的 你跟一個人講說 什麼叫溫度 什麼叫做熱 基本上溫度跟熱 大部分人是不分的 對不對 燙就是溫度高啊 對不對 或是熱就是溫度高啊 冷就是溫度低啊 大家會把溫度跟熱混在一起的 其實這個是不同的事情 在科學上來說 我們人類花了很久的時間 一直到18世紀之後 因為19世紀之後 才搞清楚什麼叫做熱 什麼叫做溫度 搞清楚這個東西 你才會辦法做什麼 做這種科學發展或是工業革命啊 了解吧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18世紀的怎麼想 所以基於這樣的觀察很簡單嘛 什麼叫做熱 熱是一種看不見 而且沒有質量的流體 叫做卡洛麗 這個卡洛麗 這個卡洛麗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這有點像什麼呢 有沒有知道以太網路吧 對不對 知道吧 那以太也是一種東西 以前啦 以前啦 你認為是整個真空 或者說整個宇宙都不空 都有充滿一種物質叫以太 對不對 那後來知道以太這個理論是錯誤的 可是呢 就大家拿來用在網路的傳輸 這早期有那個網路線對不對 網路線附件出來網路 我們叫做以太網路嘛對不對 所以名詞 雖然說科學概念已經不一樣了 可是它還是活在我們的心中 所以卡洛麗 以前認為有一個東西叫卡洛麗 這個東西呢 會由熱流到冷的 那這個東西有一個要求 它沒有質量 它沒有質量 因為做實驗發現 熱的東西並不會比較重 你一公斤的水把它加上一百度C 還是一公斤 它不會因此比較重 所以它的要求是 這個卡洛麗這種東西啊 從熱的東西流到冷的東西 它可以流動 可是它不可以有質量 十八世紀的人類是這樣認為的 那其實也很合理 DDR可以解釋很多事情啊 那你有沒有覺得什麼地方會怪怪的 如果你們是十八世紀的人類 這樣的解釋我想可以接受啦 是不是 可是呢 有地方會不合理喔 知道什麼地方會不合理嗎 有什麼現象 這個東西沒辦法去解釋的 混合東西沒有問題啊 混合東西一定都遵守這個定律啊 對不對 有一個地方就會出問題了 想想看 什麼地方會不合理 如果你是十八世紀的科學家 什麼地方會不合理呢 有沒有想過 這叫燃樹梭啦 這種說法叫燃樹梭 就有東西會比較熱啊 燃樹多的東西會比較熱 而且這個看起來 在混合牛奶啊 加熱水 加冷水啊 都很OK啊 有沒有覺得什麼地方會不合理 想想看 來我們來看一下 燃樹說在什麼地方會錯呢 在摩擦深熱 知道什麼叫以之用火嗎 網路上有沒有看過一張圖 有個北京人在那邊搓一個棒子有沒有 鑽木取火對不對 我們說假設一個人知識 這是網路用語嘛 心形用語嘛 知道吧 對不對 一個人他才剛懂這個東西有沒有 我們會笑他說以之用火嘛 對不對 因為以前 你們歷史課本我不知道 以前我們歷史課本 第一張圖叫以之用火 就是那個 那個有一個 原始人蹲在那邊 在那裡摩擦 摩擦磚木取火嘛 對不對 你們有那張圖嗎 你們現在歷史課本沒有那張圖了對不對 沒有了嘛 那你想想看嘛 這個燃樹說在磚木取火就不合理啦 為什麼這樣磚磚磚磚磚就會冒火呢 對不對 那它是上面這張棒子跑到下面棒子 那上面這張棒子會變冰啊 可是也不會摩擦一下再變冰棒 對不對 燃樹就無中生有了呢 對不對 所以磚木取火 就會怎麼樣 讓你這個燃樹說破功了啦 所以表示燃樹這種概念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但是卡洛里這個字還是留下來 跟以太網路一樣 所以有時候有些新理論 你給它創造一個名詞 管它對不對 就給它創造一個名詞就對了 因為你不知道哪一天 後面的人還會繼續用 對不對 算你理論是對或者是不對 好 所以呢 18世紀之後啊 人家才搞清楚 這個溫度啊 跟熱啊 他們本質上啊 他們意義是什麼 後面才搞清楚啊 它不是燃樹這種東西啊 OK 好 所以呢 溫度跟熱呢 其實跟什麼有關 它對應到的是物體 它本身的內能跟熱 那這就是我們熱力學第一定律 主要要講的東西 好 所以呢 再繼續講下去之前呢 我們先講一個東西 叫做比熱 Specific heat 那Specific 本來 這個 Specific 或Specify 是指特別的意思啦 那 在這裡頭 Specific 它 中文的翻譯 是 比 子度的 子 或者說 比例 或是比值啦 都可以啦 比度或是比值 有時候翻譯中文 你也不一定看得懂啦 簡單來講就是把這個熱 除上你的質量 或是上你的墨數 固定的質量或是墨數 叫做比熱 好 那Specific heat 基本上簡單來講就是怎麼樣 假設呢 我今天有一個物體啊 你給它某個數量的熱 那造成它溫度有這個特定的變化呢 那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呢 這兩個的筆子呢 我們就稱之為物體的熱容 Heat capacity 這又不一樣喔 Specific heat Heat capacity 是不一樣的概念喔 Heat capacity 這叫做熱容 然後 Specific heat 正式一點來說呢 我們後面還是會加capacity 一般呢 我們會叫它比熱 或者是比熱容 所以這是沒有什麼 這叫做熱容 Hey capacity 這叫做熱容 他可以加起來 那時候 我們會把它加起來 所以這叫做熱容 用這個熱容 那樣的話 我們會是剛才說 塑膠罐你會裝那個溶液 放在冰箱裡頭叫保冷劑 保冷劑就是熱溶很大的東西 保冷劑是熱溶很大的東西 可是呢 今天我跟你說 到底這個保濾溶的熱溶大呢 還是鐵的熱溶大 你沒有辦法比的 我拿一萬公斤一噸的鐵 跟一克的這個保濾溶 誰的熱溶量比較大 這也不知道怎麼比起來啊 是不是 我們要比當然就是一克的鐵 比一克的保濾溶才知道 誰這個比較能夠寒熱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要做這個保冷劑 你不會拿一噸的鐵 一噸的鐵當然 理論上來說比這個一克的保濾溶 還要能夠寒熱嘛對不對 可是你不會帶一噸的鐵出來嘛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就要做一件事情啊 我們要比 如果要比一克有多少 可以寒多少的熱 或者是一末可以寒多少的熱 那這樣的數值就稱之為 比熱溶 這個specific的意思就是 除掉了質量 或者是除掉了末的意思 這樣了解嗎 多了這個specific 多了這個比就是這個意思 跟誰比 跟一個基礎單位來比 那如果沒有除掉呢 我們就稱之為 Hit capacity 稱之為熱溶 熱溶就跟你的數量多寡有關啊對不對 只要越多 當然本來含的熱就越多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的定義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時間到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有把 基本上把定義講完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下課